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我是孫雲喜 今天點題五個字明年會更好 先講一下市 市半日市 全日都是偏遠的 低開之後都是一直在低位增持 全日都要跌百多點收 跌129點 收28189點 成交484億 不算多不算少 以半日市來計算 今天市回軟主要是騰訊 騰訊跌得比較多 2%左右的跌幅 一隻股拖離恆指跌10點 加上有幫有回軟 不幸內隱股以至內房股都有升勢 其中包括公行 公行升0.5% 令市的跌幅不至於擴大 說回整個市形勢 今天市回軟其實都可以這樣說 主要和好消息出貨有關 因為昨晚傳出好消息 中美貿易談判方面 雖然這個好消息都叫做多多少少 已經是大家預期之內 但怎樣都好是一個新的進展 新的進展就是傳出中國國家副總理劉鶴 這週末會啟程去美國 據報會簽署中美貿易談判的首階段協議 說了很久 談了很久 說會簽了很久 終於根據這個報道 這星期六去到最遲下星期應該都會簽 根據報道終於落實了 與此同時 除了劉鶴這篇報道之外 另外 特朗普對華的超級英 納瓦羅都大致和這篇報道吻合 他就說 中美貿易談判已經是一個 done deal 即是已經完成了 而且in the bag 即是放入袋子 其實中國人的說法已經是板上的釘釘 基本上都搞定了 等簽 預期下星期會簽 換言之 無論是劉鶴的消息 報道 以至納瓦羅的說法 其實都是證實了 中美貿易談判首階段協議 終於應該簽入了 這個當然是好消息 只不過是好消息 市場人士暫時來說 當作出貨的原因 消息傳出之後 杜瓊斯工程平均指數 以及其他美股指數 都是回軟的 見到道指的走勢 跌了0.6% 上升跪圍都穿壞 短線要調整格局 情況之下 令港股順勢來整股 總而言 未至於太壞 因為今天事雖然跌了 但跌的股份不是多 只剩799隻 主板計 上升反而更多一點 只剩818隻 換言之 從這個數字來說 跌來講不是很全面 講到不是很廣 這個是一個好現象 講到今天市況之後 今天是2019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或者最後半個交易日 大致就少少總結 今年全年是升9% 恆生指數 各指好少少 升10% 但恆生指數來講 升9% 都是在全球排名來講 都算慘了 差不多排位 僅僅好過甚麼地區的指數 就是新加坡的海峽時報指數 以至就是韓國的指數 真的都敬佩沒值 都是淒涼的 原因主要跟香港的政治活動有關 政治運動 令港股未能完全跟足美股的聲勢 以至其他地區的聲勢跟不上 跑輸了 形勢都是一般的 今年來講 所以2019年對港匯來說 雖然現在升 但也不算是好的年頭 只不過好在今年雖然不是升得很多 但是明年可能明年會更好 即是怎樣提到五個字 為甚麼這樣說呢 一方面 先看看外圍情況吧 美匯指數 見到走勢一直一直都在向下 這段時間 受制五十天線持續 幾次試了都穿不到下來 最近一次又試試又穿下來 進一步拋離高點 高點至近一百 而美元的弱勢看起來會繼續持續下去 這對新興市場以港股來說 都是一個好的消息 與此同時 恆生指數和國企指數的周線圖走勢 都是向著好的方面的發展 先看國指先 國指其實比恆子厲害 剛才也提過 略略提過 今年恆子升9% 但國指也升10% 而恆生指數成份股裏面 不同的板塊的表現 都是顯示一件事 與中國相關的板塊比較靚仔些 因為今年三隻升得最厲害 其中兩隻都是中國的醫藥股 包括第一隻中國生物科技 生物製藥 以至第三隻石藥 都是中國的醫藥股 第二的信譽是科技股 其實與香港的不太關係 反之與香港相關的都有點頭痕 雖然 跌過頭的兩位都是與中國相關的資源股 主要是中石油 以至中石化都與石油相關 而第三位已經是香港經濟股 就是順子 至於其他香港經濟相關的 例如太古 恆生銀行 其實都是排名最10隻上榜 換言之 香港經濟股是弱的 也不難理解的 剛才所說的 今年港股是受到社會運動的影響 表現是順於大部分主要國家的股市 只不過明年 照這樣看 各指就好過恆子 這裏就是各指的周線圖 紅色這兩條其實是甚麼線呢 這兩條其實就是線型走勢圖 我以為可以視之為 其實是下降趨勢線或者下降軌 先後兩次就突破了這條下降軌 三條就成為線型走勢 現在兩條都是準線型走勢 走勢是漂亮的 這是各指的情況 還有看這條黑色的線 這條黑色的線是甚麼線呢 其實我在這節目多次提到 各指已經突破了頭肩底的頸線 這條就是頭肩底的頸線 頭肩突破頭肩底的頸線 而且連續兩周站在上面 當然今週未完 起碼上一周已經站在上面 今週加期前也是站在上面 換言之 各指的走勢 是周線圖來算是帥氣的 先突破頭肩底的頸線 而且出現準線型走勢 反觀恆子就沒有那麼帥氣 看見到綠色是第一條下降軌 這條紫色是第二條下降軌 但是你看見了 跟各指的明顯分別 就是未突破這條下降軌 而且並未能夠成為 成形 未能夠成為頭肩底的利好形態 只是一趟一趟走 算是可以 總而言它又不夠各指的好 但是 起碼 剛才所說的 已經突破了 突破了一條下降軌 第二條下降軌 已經逼近了 那些準線型走勢的試圖 就促逝挑戰準線型走勢 走勢偏好一點點 沒有各指那麼靈 但是看這兩個圖 一起中學分析 就很相信明年的情況 就是很可有可能 在各指的帶動之下 恆子都會出現一個準線型走勢 突破這條下降軌 到時就有望進一步上揚 是挑戰這個高位 起碼前浪頂 是一個重要的座位 有機會挑戰這個位 這個就是明年大致 初步在這一刻看 看法就是這樣 有機會 成形 準線型 跟著 就挑戰這個重要高點 大概是三萬點左右 這個形勢 事關關係都差不多 就講到這裏 2019年最後的交易日 祝大家明年會更好 好像點提五個字 2020就賺多些了 新年進步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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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 多謝大家